988新闻线 晚上7点29分 你好我是湘君 你好我是冠贤 今天稍稍早了一点点进来 不过今天这个新闻线呢 我们很大的一个 就是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整理这个新闻 虽然算是社会新闻 可能很多人觉得好像不是这么重要 但是我觉得它引起的讨论是跟这个道德啊 整个社会的价值啊 它带出了很多事件啊 大家很多不同的观点去看 只是看你怎么样去看咯 好吧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进入新闻主线 新闻主线 校方限制四个小时内 必须交代记者会报告 马大黄文学会就说 这是不合理的举动 马币走稳 但是学霸却酝酿涨价 业者说成本增加高达60%啊 如果是我打人早已经被逮捕了 女士组今天不现身 Grab司机也无奈地原谅他 律师说还没有调查就把详情放上面子书的话 有可能会被反告诽谤 其实主线的最后两则呢 说的就是同一个的新闻 课题啦 说的就是这个 早前传出一个Grab司机被女乘客暴打的事件 其实讲到这个江心比心呢 很多人都会说 但是做得到的人没有几个 而对于这个被打伤的22岁Grab司机周伟伦来说呢 这个江心比心对他来说真的是有点太沉重了 他今天就是在妈妈还有大马人民社警总会长 关志亭的陪同下出席了记者会 原本期待是有打伤他的这个女子 能够出面亲自跟他道歉 化解整件事情 但是这名女子始终没有出现了 伟伦就有说双方从来就不曾联络过他们 只是说通过脸书的道歉而已 不过自己也只是能够接受了 他也很无奈的去选择原谅对方 那他有提到早前的时候就有提到说 愿意跟对方和解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跟他说 一场官司打下来至少要一年的时间 而这一年他需要不断的上庭 然后不断的延期 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就算是赢了官司 对方最多也被罚500令吉 所以就觉得很麻烦 这些人就劝他说还是不要去 去这样纠缠下去 他也自认说我自己没有能力 没有财力 没有时间去耗 所以必须去继续要工作 因此大家这样子劝说 他只好接受和解的这个决定 他也说到 我觉得这番话相当的无奈的 他说如果今天打人的是Grab司机 那我自己就已经被逮捕了 所以他希望Grab的造车公司 可以针对这个事件 给Grab司机一个交代 确实之前我们看了很多 各个品牌的造车服务公司 都有出现可能一些 就是亥权之马 但很快就是会被公众去责骂 然后就有一个交代出现 但是他现在就反胃说 现在我是受害者 那如果是我打人 早就被逮捕了 而这个韦伦的妈妈他也说 儿子被打呢 他非常的心疼 儿子选择原谅是一种美的 并不是退缩 因为家人在追击事件上 可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 所以他希望就此平息 在今天记者会现场 协助他们交开新闻发布会的 关志亭就有拨电给这名 呃 女乘客 打人的女乘客 不过呢 对方只是礼貌的说 啊我很忙 不愿意跟这个周伟伦见面 然后就挂电话了 啊 我们看起来 为什么 其实今天 就好像走到一个据点了 对 我们就等待那个女方出来啊 说一下整个事情来龙去脉啊 确实这个事件 从12月1号开始发展到现在 才短短5天 已经受到很大的关注 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个事件发生在12月1号晚上7点15分 在苏邦加亚的双威金字塔购物中心 那根据周伟伦他的说法 就是那个时候他就收到 哎一个女子就要扣这个造车服务 他就去到这个商场那边去等 那当时呢 这个路旁已经停满了车 确实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商场 我们都是很多人的嘛 所以他就慢慢的开 然后就去找看一下是谁 就是他的顾客是谁 突然间呢 他发现到有人敲打 很大力的敲打他的车子 那就回头一看 发现有一对母女 那当下就问他 哎你们为什么要打我的车呢 这个就是这对母女就直接指责他说 你是一个没有礼貌的司机 他是用Root Driver来形容 还质问说你为什么没有停车 那维伦就解释 哎这里人太多了 乘客如果你不出手去截停我的话 其实我很难分辨出 到底哪一个是我的顾客的 就没有想到这对母女听了之后 更加生气 就直接扬言说 我要Report你 我要举报你 还说我不会付任何的车子 那为了不影响评分 就是因为他们这些司机啊 其实都有一个rating的 就是你知道 用了这个服务之后 就需要给这些司机评分 那伟伦就说 他向两个人道歉 因为他不想要自己有一些负评嘛 然后也让这两个人上车 之后呢 因为这个乘客母女 没有提供准确的住家门牌号 加上天已经开始暗了 所以他就误把两人载到 相隔住家两间哦 相隔住家两间 相隔住家两间的屋子门前 结果两母女就大发雷霆 还朝伟伦怒哄 说他在他送错到地方 然后还下车之后 把十令吉直接丢给他 那伟伦到下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不能够这样无礼 那这一名妈妈就说呢 你才是一个很无礼的司机 然后就拿起手机 准备拍下伟伦的样子 那伟伦当时就也拿手机去反拍 不甘示弱嘛 那结果这个女儿呢 就直接朝他的眼部 就是直接中击一拳 就这样垂下去 那就感到 他就感到当下很晕眩 那这个就是之后 他把这些照片发上网 这个后续事件就发生了 那当然事件发生之后呢 他也第一时间通过 Grab协助中心去报警 这样子 事发当时大概就是这样子啦 整个事情经过呢 伟伦他放上网之后 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 网友就为他打抱不平的 这个事情当然就惊动了警方 因为大家不断地在share 而且他们双方也是有去报案嘛 所以他就警方有针对媒体那边 做进一步证实 发现到说 打人的女乘客 原来是国家室内足球队的 现役的成员 现役的哦 他是一名葡萄牙跟这个华裔的混血儿 所以很多人也是非常惊讶的 一名这个国家队的成员 是不是比较有discipline的 就是道德啊 纪律方面是比较好 所以大家会觉得 更加讨论度更高了 而在事件的第二天 伟伦突然间发现自己被消案了 因为这个舒邦在野的警区主任 莫哈莫阿兹林 他有一项媒体透露说 这一起案件的涉案双方都已经消案了 让伟伦知道之后 他第一时间就在脸书澄清说 我是没有消案的 而且他会向这个涉案的母女追究到底 他说 报案之后警方有告诉他 警方是有权利针对他在网上被疯传的帖子 对他采取行动 而且就劝他消案 急事宁人 这让他感到莫名其妙和不公平啊 再后来呢 网上就传出一张打人女球员写的道歉信 内容大致就是说 这只是双方的一个小误解 我对于昨天的事情非常的抱歉 而这起风波已经解决了 其实这个事件发生一直到第三天呢 伟伦台一直在强调说 我不会消案 我不会消案的 直到第四天 也就是昨天呢 他就突然间在网上发文 跟网友道歉 他说我已经尽力了 我决定消案 那还说呢 今天就会连同打人的乘客召开 记者会 向公众做一个交代 那结果最后的事情 演变到现在 刚刚已经跟大家说明了 都是没有一个 就是他真的是小按了 对 然后就结束了 结局了 其实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多人比较惊讶的就是 难道造车服务的司机 电子造车服务的司机 他们是没有任何的权益保障的吗 这个公司会对他们 有些什么样的一些保障啊 或者是有一些协议这样子 那针对这样的一些疑问呢 我们今天就访问到了 马来西亚电子造车工会的秘书 郁佳珍 电子造车公司 不管是Uber或者是Grab 他们有提供司机一些什么法律 或者是权益的保护吗 如果说司机跟乘客 他们有纠纷 那么公司的处理会是怎么样的 那么根据你的了解 这个电子造车司机跟乘客 发生这样的纠纷 甚至可能被打的一些案例啊 会不会很多 一般上通常都是这样处理的呢 不少啊 只是这次闹大了 这个事情 其实是很多司机 很无辜的被乘客打 这个不是第一单哦 也没有说 重视赔偿啊 报警了 就是一个备案罢了嘛 刑犯也没有做出来什么啊 那么要请你来给司机 还有乘客一些建议 当遇到纠纷的时候呢 大家应该怎样的去和气的解决一些纠纷呢 因为当事者迷嘛 当事者一定很气嘛 所以呢 有时候我希望乘客了解我们司机 其实赚的是很微薄 有时候是很靠近是迷赚的 因为这样塞车 所以呢 请你们耐心的也保护我们的车 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私家车 我们很心疼的 你们这样大力观 那如果有人自己的车 我看你肯定不会这样出炉 有些司机的车给乘客弄烂了 拉拔啊 也拉断了啦 也没有pay啊 全部都是我们自费啊 所以呢 希望我们给你们服务 你们也好来好去啦 大家也是在找事 做这个司机 很多人不是说因为容易赚而来赚 因为现在马来西亚市场很多台员 所以呢 被逼坐司机的 所以呢 很多时候我也呼吁司机 你要呼吁你的乘客 小心下车 嗯 那其实这个就是在电子造车工会那边的一个看法 从法律的观点上呢 一宗搭车纠纷结果发生打人事件这样的一个冲突 打人的人是不是要负上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的呢 而且被打的人又能够追逃到什么公道 是不是一方道歉 另外一方他接受了这个道歉 整个事件就这样结束了呢 今天呢 其实我们就访到了律师邱欣怡 新闻连线 就会协助他调查这整件事 但是在这些行动发生之前 警方都会就是先问双方 你们只要把这整件事情带上法庭吗 但是如果一方接受道歉的话 其实整件事情是可以不需要带上法庭的 我们看到打人的人 如果在脸书上道歉了 这个是具有法律的效用的吗 怎样的一个道歉才符合法律效用呢 那在这个案件上 那个司机他就表明说自己是没有能力 也没有财力和时间去消耗下去的 一般上这样子的一个案件 需要承担多大的一个法律费用呢 法律的程序他会不会特别的冗长 是否会不会有一些人 会因为这些问题而选择消案和和解呢 关于你这个案件呢 在司机的立场 其实他当他要求警方协助的时候 他是不需要付上律本盒律师费 那被告的那一位需要聘请这者律师 那多冗长的话 就要因这个案件而定 如果是被告者选择认罪的话 大约通常是一个月就能消案 但是如果他选择不认罪的话 这个事情就会变得冗长 因为我们会进这个超 超的话大约就是会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那律师费也应就是看这个被告者 他是认罪还是不认罪而定 那另外针对这个案件 其实我们有看到司机 他说他去报了警 可是警方就劝他去消案 因为他在脸书发文散播 是可以被反回来被告的 所以警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力 去可以控诉他在脸书上 或者是什么网络平台发文 那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在脸书上发文散播其实挺算是毁谤的一种行为 所以在整个案件还没有落实之前 司机就在那个面书上就是发文的话 这样子的话其实警方是有权利对他 就是采取行动就是毁谤当事人的名誉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可能双方考虑到双方都会被控的情况下 所以可能他们就选择了撤销整个案件 那无论如何其实司机已经选择说 要原谅对方双方和解了嘛 刚刚律师也是有说 这样的情况算是整个已经结束了 不过呢在道德上打人还是错的 法律上其实也是错的 只是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EQ很重要啊 今天我们现在问呢 就来考你EQ就问你 打人的人只在Facebook道歉 Grab司机无奈的只能接受 你认为怎样呢 我们就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就是你去脸书可以选择Angry Face 就是说生气啊 王法何在 公道何在 那如果你是选择like的话呢 代表就是说算了 以何为归 大家都有前途嘛 如果你选择哈哈的话 就可能你认为说 当看戏吧 也不知道真正谁对谁错 那欢迎去到988的官方脸书那边 投下你的想法 官方脸书就是988.my